唉唷 等一下等一下 好啦好啦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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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這邊突然間下午 突然間一個大雷雨 所以你們等一下如果在直播中間 你們還會聽到 有嗎 有聽到那個悶雷的聲音嗎 現在是大雷雨 現在我們預警這邊呢 目前還是下雨的狀況 所以我盡量帶他們到樹下 在樹下比較不大會淋到雨 那在這邊順便跟各位澄清一件事情 就是昨天呢 前幾天有爆料我們多多 就是喜歡阿嬤的臭腳這件事情 其實我跟我媽討論過後 其實好像 不大一樣 跟我之前認知的不大一樣 怎麼講呢 因為其實我媽說我阿嬤的腳 是有受傷的 所以他會有那個 好像是關節部分有老人家嘛 畢竟關節部分有受傷 所以多多會去顧我阿嬤的腳 這個意思為什麼我們會這麼認為呢 是因為之前像那個 我爸爸 我爸爸腳之前受傷呢 多多也是全程顧在我爸爸的腳邊 並不是因為他們的腳很臭 是因為呢 多多聞到受傷的味道 所以他會在旁邊顧著他 這個部分真的是非常感動 因為多多本身喔 如果各位認識多多的話 他本身就是有獵犬的個性性格 那之前以前喔 就我兩個妹妹懷孕的時候 多多都會守在他們旁邊 因為他聞到可能他裡面有 反正你知道懷孕可能就會有一個味道什麼 所以多多會去保護 就是守護著他 所以像之前我日本妹妹在拍那個孕婦寫真的時候 多多也是全程 非常全神灌注的 在看我妹 寒情默默的看著他 這個是非常感動的一件事情 那有求證過了我阿嬤的腳不錯啦 這個部分我要跟我阿嬤說一聲 抱歉 其實是因為我阿嬤腳受傷 他的那個老人家 因為關節他之前有開過刀 那最近好像有一點發炎還是什麼 所以多多聞到那個味道 所以他就會去顧我阿嬤 這個主要是因為這樣子 然後所以 剛跟我媽討論完說好像是耶 因為我阿嬤的腳其實也沒有那麼 我是沒有聞啦 但是應該也沒有那麼臭 如果有那麼臭我應該聞得到 那有隻大鳥呢 黑罐馬鹿喔 來多多你們自己去玩你們的 那 舅舅跟大大在那一個樹下 我們先不要管他們父子 我們先來管多多就好 我們多多真的是非常的暖心 如果說 因為我印象中記得 除了我阿嬤跟我爸 腳受傷多多會顧著以外 我姑姑 我另外一個比較胖的姑姑 他腳受傷 多多也會睡在他腳邊 顧著他 就是他好像聞到有受傷的味道 他就會去守護著那一個人 所以他其實是蠻酷的 因為我印象中有之前 好像有客人好像腳 腳裹石膏坐輪椅 多多也是也是一直坐在他輪椅旁邊 真的是一個蠻 缺彩背的一個 但是呢 他有一點就是非常的 非常的不成熟 就是呢 他太浩高霧原了 他居然給我找這一顆石頭 等一等一等一 你告訴我清楚 這尷尬 這尷尬 你有沒有搞錯 我等一下 我等一下給你補一下 好來 這一顆可以 這一顆可以 這一顆太大顆了 好小顆了可以 大大力 來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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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等喔 啊 啊 你也沒辦法玩啦 去吧 喔這個草很長喔 所以呢 其實是蠻感動的 那天 影片放在YouTube頻道上呢 下面有人留言說 像有一些獵犬喔 因為像我們之前有講到 多多很喜歡 滾屍體啊 那種臭味之類的 但是也有一個說法 就是有粉絲留言的說法是說 有一些獵犬喔 他們本身 他們會去滾屍體 就是會有一個味道的 來掩蓋自己本身的味道 好讓獵物呢 會吸引獵物過來 就是 可能也有這樣子的天性啦 那多多本來就很聰明喔 你看跟大大比起來 就是完全天差地別 就是那個A段班 跟放牛班的差別 大大不讀書了 那多多呢 天資聰穎 非常的聰明 他從小就很 運動細胞很好 然後會玩球 鼻子非常靈敏 又聰明 然後察言觀色 所有的體能啊 什麼東西 其實狀態都非常好 大大不一樣 大大就是那種 富二代喔 什麼事情都不用做 就這樣 大家就喜歡了 多多多才多義喔 結果人氣反而不高 我們店裡呢 那個多多的那個 塑壓枕 永遠都剩最多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 可能大家喜歡 比較笨笨的那種形象 但是多多是真的很聰明 所以呢 在這部分的話 還是要幫多多平反一下喔 真的缺乏 他呢 鼻子 對 如果你MC來的話呢 多多也是會守護在你旁邊喔 因為可能他 他聞到那個味道 那 基本上呢 是因為腳受傷喔 我阿媽 我多多才會 今天真的一整天都黏著 雖然我IG上還是打 剛開始還是打說 多多黏著我阿媽的臭腳 可是 後來呢 我在我出發前 我要來直播之前 跟我媽討論了一下 說欸 我大大叛眼 跟我媽討論了一下後 真的覺得應該是 因為我阿媽的腳受傷 然後我爸之前也腳受傷 所以呢 在這兩個巧合 我姑姑之前腳有受傷 還有一些客人腳 就是腳受傷呢 來店裡的時候 多多都會做出這樣子的舉動 然後包括孕婦 你只要是孕婦 或者是像我妹懷孕呢 多多也都會守護在旁邊 所以這一種種這樣子的資料 統計下來 整理整理下來 其實多多是真的是蠻神的一隻狗 真的缺財背 要不是呢 每天看著牠這樣可愛可愛的 不然還真的蠻想讓牠為民服務 送到那個 那個契毒犬那邊呢 去讓牠訓練一下 好可以為國爭光有沒有 收救犬 契毒犬呢 多多應該是 應該是缺財背啦 那因為本身呢 柯基犬喔 以前本來就是 算是 也算是一種獵犬 那 只是說因為現在呢 大部分都是養來美觀觀賞 然後 自己喜歡可愛 腿短短的這樣子 大大在搖 但是呢 其實牠們本身呢 天性呢 還是有一些 獵人的成分在喔 那大大跟九九就不用看了 因為牠們兩個本身 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遺傳 但是多多有 多多的那個 它的那個 染色體裡面呢 可能就是天生就有獵人的那個細胞 阿大大喔 這就不用說了 那大大在頭上打他 剛才記得你那裡吃土啊 大大居然在吃土耶 呵呵呵 真的喔 阿九九 怎麼樣 沒人找你玩那個是不是 哈 松鼠咧 松鼠咧 松鼠 松鼠 在哪裡 喔松鼠齁 走走走 松鼠 快點快點去去去去 哇 而且 然後松鼠 而且現場現在吹 吹過來的風呢 非常的舒服 有點像感覺 要聞到颱風要來的味道 那看氣象局的報告呢 好像颱風 有要接近 但是可能不會清台 但是呢 我們這邊現在的午後呢 這個風 這個雨 這個雷喔 真的有那個颱風的味道 聞起來呢 其實不會很可怕的那種颱風 蠻舒服的 然後我們年輕多又找到另外一顆石頭了 是不是 哇 等一下 你們看到了嗎 它真的太耗高霧遠了 這一顆石頭就埋在土裡面 它就最近都很安 阿大大你這對人歐什麼啦 大大你幹嘛在搖尾巴 你這對人歐什麼 你要這一塊是不是 你在歪頭喔 大大 好好玩喔 等一下等一下 這顆小大顆就在土裡面 就在泥土裡面 這兩頭來在那邊 喔 等一下 大大以為我要跟他搶 你看他會歪頭 他會歪頭 那我就 按著一顆石頭 唉唷唉唷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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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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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 第一 這顆石頭挖不起來 大大 我跟你講 第二 這個 真的挖不起來 我只能這樣 這樣摸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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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大大想搶 喔多多在挖了 喔喔喔 喔多多 喔很強勒喔 唉唷 唉唷 你們的腳黑掉了 大大不要吃土 不要吃土 沒有人要吃土的啦 你是夠的 唉唷不可以吃土啦 你什麼 你給我吃泥飯 你給我吃土 哈哈 月底了是不是 現在差月的鐘好不好 大大 你真的 扒下去 你真的 你竟然給我吃土 你在幹什麼 你剛剛出門不是怕餓死 有吃飼料 你現在給我吃土幹嘛 現在還沒月底 還沒月底就給我吃土 走 回家 哈哈哈哈 你竟然要偷他打他 你偷他一坑 竟然要給我吃土 農小孩 哈哈 多多沒有人要玩了 沒有人要玩了 今天我們是在讚頌你的 好不好 你是一個偉大的獵犬 一個非常神的神犬 非常溫馨的一個 呃 呃 陪伴犬 好不好 所以這樣就好了 不要再加石頭進去了 你有石頭太多了 我們今天就這樣 溫溫心心的 這樣子 把你的形象再拉回來 這樣不是很好嗎 好了 不要再玩石頭了 啊 電動你這個小孩來了 大大你過來 來你把我過來 你把我過來 現在什麼時間 你把我吃土 啊 道歉 來道歉來 唉唷道歉喔 好好好可以可以 大大就是這一點 定人疼 哈哈 就什麼都不會 但是呢 該道歉的他就會道歉 然後莫名其妙 叫他道歉 他也會道歉 哈哈哈 他就是這一點可愛 好 我們一起走了 一起走了 不要玩石頭了 再下雨了 我們要回家了 哈哈 走了啦 走了啦 不要玩了 大大你也要吃土 現在才月中而已 要有志氣一點 好不好 要吃也吃草 月底再吃土 知道嗎 好 村裡多多 我們回家吃飼料 啊 大大在這邊吃草就好了 哈哈 欸 多多不要再找土 怕啦 阿財喔 想看阿財喔 阿財現在好像在另外一邊 因為他們住在這個堂場這邊的公園這邊的狗狗呢 都比較自由 我怎麼講很多時候我壓力大的時候 我來看到阿財他們我都好羨慕 我都好想當一隻狗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常常就是如果天氣比較好 他們就一群狗約一約去後面那個地方 後面那一條有一條河 他們就一群狗約一約會去那邊河邊玩水玩泥巴浴 然後晚晚你就看他們全身都是泥巴 然後很涼爽這樣跑出來 在樹下睡覺 你就知道他們下午又跑去玩水了 他那個時候無憂無慮的 那反正這邊三餐還有四餐欸 四餐都有人餵 在這邊多爽啊 有的時候都很想 都看他們不用工作 然後每天這樣子 都好想當狗 現在真的活得不如狗啦 那當然阿這個也是見仁見智啦 因為有一些地方呢 還是會有一些虐狗的情況 這個還是看地方喔 像我們這邊呢 其實我們玉井這個地區 大部分人都蠻愛貓蠻愛狗的 所以呢不管是浪貓浪狗 或者是一些家人養的狗啊 或者是什麼其他的 基本上受到的待遇都還蠻不錯的 那其他喔 其實阿宅他們還有很多兄弟姐妹 不是親兄弟姐妹 就是有很多他們這公園的朋友 每天都這樣子過得好好喔 就不用無憂無慮的 那想玩就玩 那該吃就有得吃 多好 你看阿宅的身材就知道 那個真的是 不用工作 每天在那邊健身就好了 喔 爽耶 現在做人比做到爽耶 好啦 走囉 救救 然後我們先不要讓他們發現這一隻 這一隻黑罐馬鹿喔 不然的話呢 等一下又要追了 那你們有看到嗎 眼尖的朋友有看到嗎 這一隻呢 這一隻呢 在我們鄉下非常多喔 這個叫黑罐馬鹿吧 蠻多隻的啦 那這個就是九九他們 他們很愛追的 追的其中一種大鳥 那他們呢 本身都會下來地上覓食喔 所以你現在看到他們在草邊呢 他們會吃一些蟲啊之類的 有的沒的 那吃完呢 再飛到樹上休息 所以他們通常都是飛下來的時候呢 九九他們就會去追 他們很愛追這個東西 因為 他們的身高就這麼高 所以他們看的視野 就只能看到這種鳥啊 所以也不能怪九九他們 天生呢 腿短就是這樣子而已 好啦 那今天我們就直播到這邊喔 因為在下雨了 差不多要帶我們三寶回家 好 當然你不要再吃土 也不要再吃草了 我們回家吃飼料 OK 感謝各位今天的收看 掰掰 在下雨了